你沒錢了 開牌吧 各位觀眾 嘿嘿嘿嘿 我知音 厲害 今天不是要教你如何打出一手好牌 而是要跟你討論的就是 陌生開發 心態調整 愛多美的陌生開發其實就是不停的翻牌 如何判斷對方是不是一張好牌 也就是所謂對的人 其實就需要靠一些觀察跟問問題的技巧 但是呢對方的反應其實才是重點 不是你有多會講或是你講的有多厲害 當你接收到對方丟出來的問題或回應的時候 你能不能解決而已 如果不能解決我會建議就是放手 不要想辦法去說服一個不要的人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把你手中這張方塊3搓成變成黑桃A 你知道你很難去改變別的觀念的時候就不要去說服 尤其是陌生客戶 你唯一要改變的其實是你的型態 這也是我說為什麼問問題技巧很重要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你可以馬上去做判斷對方跟你有沒有交集 如果沒有交集就表示你要翻下一張牌了 再來就是不要做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辯論批評還有比較 原因是因為對方還是會覺得你只是一直想要去說服對方 即使你真的便贏了 你講的再有多有道理 對方也不見得他一定要聽你的 因為成績要是建立在你跟客戶之間處在一個最舒適的情況下 愛多美的陌生開發你沒有賺對方半毛錢 因為對方加入也只有50塊 而且大家也沒有所謂的價差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快速的翻牌篩選 找到對的人問對問題解決問題提供價值 不要把一個對的人談成錯的人 所以我一直強調問問題技巧的重要性 原因是因為你才能知道對方關鍵的想法跟問題 那你解決對方的關鍵問題的時候 恭喜你就成交了 我今天就直接帶夥伴來訓練陌生開發 我們來訓練觀察然後翻牌跟提問的簡單技巧吧 好那坐在我旁邊呢叫Maya 那她是我愛多美的夥伴 那我今天就是帶她去訓練陌生開發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今天整天陌生開發完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對陌生開發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學會看對人很重要 那就是提問技巧 對也就是觀察然後去翻牌嘛 對觀察去翻翻看牌嘛 也就是問問題嘛 然後看對方的反應嘛 沒有錯 還有就是提問技巧 因為我覺得提問技巧是 你訓練你自己的口條 然後你要讓自己很輕鬆自在 那要怎麼在3到5句話之內可以 就是跟這個人有一個連結 然後判斷這個人是不是我們 我們想要就是要找的夥伴 對要找的夥伴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做訓練 對就是也是需要花時間去訓練嘛 因為觀察第一步呢 其實就是一個蠻重要的重點 我個人認為 然後再來問問題 其實你講的重點就是 問問題只是看能不能找到彼此之間的交集 那也不至於浪費太多時間 在一個錯的人身上 整體的過程從觀察到提問 我們就會知道對方在我們心中 是不是我們要找的夥伴或客戶啊 只要掌握到這兩個技巧 我就比較有信心可以翻到更好看 Maya我想問你就是 今天陌生開發 你能不能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OK我覺得 今天的心得就是 學會看人 還有就是 觀察嘛 對觀察跟提問技巧非常重要 那這個東西是真的需要花時間去訓練跟學習的 好那最後我們今天陌生開發的訓練就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掰掰